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吃盐的民族 平均每天要吃10.9克 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上限 且在中国 这么多盐只能由国企垄断专卖 每年都能获取近十倍的暴利 这些企业是如何制盐犯盐的 不同品类的盐有什么区别 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 国家垄断盐业最初是为了收税 1950年 光盐税就占总税收的5.49% 但到90年代 盐税占比以低至万分之六 在当时的市场经济下 政府依然坚持垄断 理由是为了统一往食盐中加点 以消除当时高发的甲状腺肿等疾病 1996年的食盐专英办法奠定了 食盐必须跟香烟一样 由国营企业严格按计划生产销售 到2017年 全国共有139家盐厂 生产了8975万吨盐 绝大多数都用于工业 仅10%是食盐 食盐的来源可分为 井矿盐、湖盐和海盐 井矿盐的前身是海水吸出的盐晶体 数以年前的地质运动将其带到地下 逐渐转化为盐盐 或者富含氯化钠的天然卤水 湖盐来自内陆盐湖 通过开采盐矿和卤水获得 海盐就是从海水中提取盐 不同品类的盐 生产方式大相径庭 以海盐为例 主要靠露天日晒 首先要纳潮 在每天涨潮时打开砸门 将海水引入储水库 刚收集回来的海水中 盐的浓度只有3波美度左右 相当于1000克15度的海水中 仅含27克盐 然后是制卤 海水需通过地下管道 灌进初级制卤区 利用日晒蒸发到8.5波美度后 再引入中级制卤区 继继续蒸发至18波美度后 引入高级制卤区浓缩到20波美度左右 其中 初级制卤区生长出的蓝绿藻 会让卤水变蓝变绿 它们的代谢会形成小于0.01毫米的细小颗粒 填充进底部的土壤空隙里 减少卤水渗漏 而在中高级制卤区则会繁衍出盐藻和盐杆菌 它们除了能填充土壤空隙 还会产生β胡萝卜素染红盐田 增加特定波长的光吸收 让水温提高2-3摄氏度加速蒸发 接着是结晶 将一部分高级卤水引入结晶区继续日晒 浓度达到25波美度 即可吸出氯化纳晶体 盐力需要进行翻动 确保颗粒均匀 最后收盐堆垫 经过半个多月的蒸发 一亩盐田能晒出110吨原盐 除了日晒 今天还有更高效的真空制盐法 将卤水依次净化 真空蒸发 离心脱水 热风干燥 就能得到含水量低于0.5%的原盐 利用这种方式 一座盐厂一天就可生产近2800吨原盐 这些原盐相当于工业盐 要想成为食盐 还需要加工处理 备送进粉碎机粉碎 进入螺旋洗盐机与饱和卤水混合搅拌 洗去实力和氯化铭硫酸酸酶等可溶性杂质 经三次粉碎与洗涤 脱水干燥除成后的盐 氯化钠含量由90%提高到97%以上 就可作为食盐包装售卖 这些由定点厂家生产的食盐 必须经定点批发商分销到商店超市 最终才能卖到消费者手中 每吨约500元的出厂价经层层转销 零售价可翻到每吨5000元 卖盐的利润虽然丰厚 却分配不均 2010年 北京的制盐企业平均利润仅4% 这是因为食盐出厂价受政府管控 生产厂家没有加价空间 但销售企业却有垄断定价权 利润高达67% 此外 卖盐还受区域限制 各大盐业公司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 一般禁止跨区卖盐 加剧了垄断 2009年 发改委和工信部到时提出了盐业改革方案 计划在2011年取消食盐专营 但谁也没想到在最后关头 日本福岛和泄露事件引发的大规模食盐抢购 直接让改革暂停 直到2016年 国务院才重新发布了盐业体制改革方案 允许食盐生产企业进入销售环节 自主定价乃至跨区销售 为了争夺市场 食盐企业纷纷打起价格战 批发价从每吨4-5千元跌到1-2千元 对消费者来说 食盐虽然便宜了 但企业却赚得少了 像最早实现产销一体的云南能投 食盐毛利率就下跌了36.71% 而且此时 本地企业还要面对外省盐的入侵 由于触及自身利益 多地盐物局会以各种理由扣押外省盐 在这样的压力下 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 转而开发枸杞盐 大枣盐 外国原料盐等新口味 但利润还是远不如进口的高端特种盐 比如这种采自巴基斯坦盐 矿的喜马拉雅盐 虽然味道跟普通食盐一样 但价格贵了近百倍 除了看起来漂亮之外 吃起来还有钱的味道 陈小军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欢迎转发支持我们 你可以在微博 微信 B站 YouTube 搜索 微信真 Paperclip 关注我 在微信公众后台 果物言 可获取真功 赐人 专利一份 下期讲解 by bwd6 by bwd6 不拍摄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